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啊,我们今天来的演讲央冬 忠愿地的情节来开心 我们所有的来宾,所有的动讯 所有的老师 大家早安 早安 平安出頭天 很歡迎各位所有的特殊、所有的學生、所有的老師和所有的來賓、朋友 今天再去參加這個演講的台北 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我們自身秘書長 以及副名單、副議長 今天請來參加這個民進府的同志動心 今天要來參加這個和我們討論台灣的國際地位 我們先介紹 我們今天要來賓 我們先介紹這個台灣民進府的議長 也是擔任義書大學的教授的政府文案 教授的議長 我們先鼓聲歡迎 待會兒的一筆請我們請給我們畢視一下 再來是今天的主港假 我們的林鄭幸秘書長 我們歡迎歡迎 還有很多來賓 我們用時間很悠閒 就沒有最少介紹 今天很高興我們這裡邀請到 很多朋友來跟這裡做一個探討的台灣的國際地位 實際上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們這個華東 不單是重要的 某一個政黨也很關心到我們今天演講的 還套過學校來幫我們打學 我真的不說是不行的 就是我們之前的 我們成功大學黨議員學家 我們經常都要辦華東 我們今年正義也是一樣的 我們也有邀請領域 新生技師長 還有辦吉他 例如說台語認證 或者說新飛機的台語傳聖領域比賽 我們這些華東小心的 都有照聽書 跟校外申請 肯定在校校的榜證 收藥上口 以前都會養 但是夠了很多天 校校鄉鄉 交給你挑戰 交你散足 把我們的華東小心 包括你們的聖心秘書長 包括我們台語認證 新飛機 這些華東全國都要散足 實在是真惡情 說我們回到以前的概念時代 我直接要公開挑戰我們的合併 援飛鴻合併 你是做什麼合併 我們是回到概念時期 這是言論自由而已 今天要來探討台灣國際隊員 竟然把這個外國消息散了 各位 你覺得這個有道理還是沒道理 你如果覺得沒道理的 有機會給E-mail 電話 開頭上去 扛起啦 這是真主言論自由而已 是如何你把外國刪除掉 鄉鄉你整幾天把你刪除掉 很惡情 我們不說什麼理由 只是說沒有理由 把你刪除掉 非常惡情 所以表示我們今天的演講 是對某一個政黨 對中華民國這個外國政黨 是有剩下一個人 太影響了 所以他怕我們台灣人 能夠知道的這個屬性 知道的精神 所以今天我們很高興 我們加上朋友 來參與到我們這次的演講 接下來 我們要邀請台灣民進府的議長 來跟我們做簡單的地數 我們想要鼓勤來歡迎我們今天 來歡迎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很高興 今天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同學 跟我們的鄉親 跟同學 我們很高興 跟同學 我們怎麼在一起 跟同學 我們很高興 我們來跟同學 我們很高興 我們很高興 第一例 我要說2004年3月25日 美國國務業國務欠包圍他怎麼說 他說 中華民國不是主權動力的國家 讓大家去思考 這個問題 第二個 我們前立委總統 他說要會審 結果 才不能會審 共存現在臺灣政府的領土 這個 要讓大家去探討 我們前臺水比總統 他說 向聯合國新簽 建立聯合國 聯合國的新簽書 人們都沒有打開自己 把你推倒回來 這個 要讓大家去探討 再來第三 另外 一隻腳 內部的建立聯合國 我們要來解決 做二類集團 建立聯合國令國的探討 如果來我們請教我們臨秘書頂 所以說今天來大家參加的是大家福氣啦 真是大家有福氣 再來會聽到我們政府臨秘書頂的福音 所以我感謝大家來參加的是大家 謝謝 真謝謝我們臨秘書頂秘書頂 可能有些我們的同學或是有些朋友 對臨秘書頂秘書頂 這待會我們臨秘書頂 會由臨秘書頂的臨秘書頂 會來問答 同學、各位同心,大家有讚 大家有讚 祖長中華民國 來一九四九年十二歲催生 有望來臺灣以後到明明的臺灣 將來不需要用建政法來討好臺灣的國際地位 因為臺灣的國際地位 如果你有用建政法來討好臺灣 我告訴你 轉對開水平等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甚至沒有百分之五十 我要來請教鳳梨一個問題 請大家老實來討好臺灣 如果有一個人 已經大家幾歲了 有一天 湘湘 他發言中 他的臺灣 和日本天皇一母一母 當時沒有管理 來敬畏日本天皇 請問 如果不是你 你要建議這個人 來信任說他是日本天皇的好生 那如果 我再說一次 有一個人 他現時已經六十幾歲了 有一天他發言說 他去檢查鳳梨那個 他發言說 他的臺灣的經營跟日本天皇一母一母 因為他就說是日本天皇的好生 是日本天皇的好生 也這樣繼承日本天皇的爹尾 請問再說 各位 你認為 他應該去那個老闆 還是不應該 那如果認為說應該請你搶手 那如果認為說不應該請你搶手 我的看法是老闆是老闆 你不要我認真 也是沒辦法 也是你的老闆 因為這個問題 我告訴各位 台灣這個土地到底 租款是什麼人的手套 要當租款的依情 我再來問各位一個問題 聽我清楚 台灣 是台灣人的台灣 說不定 台灣 是台灣人的台灣 哪對 你來唱 唱歌 我再問 另外一個問題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那如果對你聽什麼 沒有啦 沒有啦 各位 你們有兩個標準 我再問 國賓飯店的人 沒有管理說 國賓飯店是他的 請問是怎麼台灣人 有管理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 當然啊 我這間的演講 最後一十分之間 我會留給你 你能來問我所有的問題 因為台灣 不是台灣人的 台灣 所以 台青帝國 第1895年4月17號 因為建書和日本 天龍簽 馬關條約 叫做下關條約 叫做下關條約 在座各位 你看過下關條約 馬關條約 請問 完文 你有看過 在座我看過 沒到十分錢 三十分錢就沒有了 你就沒看到馬關條約 你如果知道馬關條約 這些人在內 哦 好不如誰 他說馬關條約 說 中日 夾午戰爭以後 中國建書 所以 請一個 馬關條約 將台灣跟澎湖 擱浪給日本 我今天在這裡 告訴他 這個答案是 完全抽 因为 你不去看看 麻烦条约的头一句话 听清楚 麻烦条约有三种 一种是日文 一种是英文 一种是汉文 这一句话听清楚 大清大皇帝 和大日本帝国大皇帝 同意签署 麻烦条约里面第二条 台湾 台湾中边群岛 和澎湖 永远割让给 日本天皇 我明白 永远割让给日本人 才很重 基本上 都有成功收贵 台湾到 A和B 两个人签合同 他的权力范围 就是在A和B A必然有这一个东西的所有权 台湾当中 A完全割让给V V承接了这个东西以后 他就拥有这一个东西的所有权 各位 中华民国教育里面 第一项 很清楚啊 我来看 日本建书以后 1952年4月28号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看过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原文 这一个特别人录为了 这一个团队 没有人录为了 甚至疼不像 不到了二十分之一 没有看这两个状态 你是凭什么 凡权共台湾的国籍立委 修進安和平條約的第二條下寫 他說 日本 renounces 放棄 or write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我再看一次 日本 renounces 放棄 or 全部 write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各位在這裡 你腦袋在這裡 我來講 all 全部 write title and claim 後面為什麼不加s 為什麼 因為 標示 日本政府只有放棄 台灣的管轄權 也就是 主權權力 主權權力 這個主權三問題 進一 會變成漢文 還沒說嗎 是最近的事情 漢文教三問題 開罪說主權以前的中國人 我們也要說晚霞權而已 開罵